嗨,大家好,我是S姐,我又來了 今天呢,比較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我人生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 應該也不會再經歷一次的事 然後呢,就是要分享這故事之前呢 我原本一直想說可以很開心的分享 但是好像一想到還是會覺得 好,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已經好很多了,就是 這是孕婦荷爾摩還是什麼 好,就是我現在在很棒的地方 一直沒有勇氣跟大家講 可是我隔了好多天,我一直覺得我要 錄下來,我會比較 好一點,我要分享出來 或者是告訴大家 要注意的事情,我可能會好一點 好 我現在很好我在 月子中心 我住在那個喜悅 喜悅是一個我覺得很棒的月子中心 裡面的護理師都把我照顧得很好 好感動喔 我是個開心的孕婦,但是呢 就是我也經歷了 我不知道只是慘或猶豫症 可能是幹嘛 就是我覺得一般人 真的不知道如何生小孩 所以 就只能Google 或是你在生的當下 旁邊有人陪你 那我經歷的故事比較特別 就是我 經歷一個 60個小時的隔離 就是將近60個小時 然後隔離了兩天半的時間 自己一個人生小孩 沒有任何的 護理師 他們只能用對講機跟你對話 然後 直到PCR的第三次 我才確認 我就是陰性 我從頭到尾都不是個病人 然後 我真的太痛苦了 因為我從頭到尾沒有無痛分娩 所以 那一段的時間 那一段的時間裡面就是 自己一個人生小孩的過程 然後 到最後 我真的太痛苦 所以就 活膚生產這樣 這完全不在我的預期之內 所以呢 比較特別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我原本生小孩 我期待的是 我從頭到尾都在核心 因為我就覺得 我不想要去醫院 所以我就在診所 我就在核心 然後呢 因為我預產其實7月8號 然後我在7月5號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 因為8號 然後我自己創業的學院有 女力姐幹嘛 那我就提早生出來 然後一天內生出來很帥 然後就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就直接去月子中心 然後就可以很開心的 就是看大家的女力姐 或幹嘛的 所以我就提早 然後那時候我也有一些慘照 所以我就也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先去 然後醫生也覺得 我的小孩 那時候已經3500克 相對有點巨嬰了 不確定我生不生得出來自然產 所以他就跟我說了一句 我覺得很棒的話 叫做催生也是一種自然產 那也許小孩 他有他自己 該出來的時間點 I don't know 所以我7月5號晚上的時候 覺得 真的不太舒服 那就那天去催生好了 然後呢 一到核心 晚上嘛 然後核心的方式就是 他會先幫你PCR 你可以有兩種選擇 有一種是你真的已經有慘照 所以你當下直接去做 當下直接PCR 也可以是你 約好一天 你先去PCR 確認你是陰性的 你跟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只要陪你去的人 都是陰性的 然後再去催生 所以當時我想說 大家都在忙 那我也不要刻意 還跑去核心明全 那邊PCR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直接 約一個時間 晚上去做PCR 直接就在那邊催生 然後還 拿到那個樂德兒的房 那核心的樂德兒房 就是你從頭到尾都不需要 不需要出這個房間 你就可以催生 一系列小孩都在那邊催生這樣 然後呢 我覺得核心做錯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那也就算了 不過我希望 要生小孩的女性們 可以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他先做了PCR以後 然後當下我不是很舒服 然後我就立 就是有一個護理師就立馬進來說 欸我來看你現在幾公分喔 他就把他手伸進去 然後完全在我沒有預期之下 啪 沒多久後的陽水就破了 所以我陽水本來沒破的 被他莫名其妙 摸一摸以後 沒幾秒就破了 那破了的情況下 我是不是就只能伸 然後呢 核心就突然隔了幾分鐘 我忘記了20分鐘吧 他就說 是小姐你陽性喔 然後我就想說 What the hell 我五月多的時候 其實確診過一次 所以那個不是那麼的準確 然後 但那時候我沒有通報 因為那時候政府很亂嘛 然後 連健保什麼都登不進去 然後你也沒辦法登錄 然後當時我是個孕婦 在5月 2022年5月的時候 所以我是個孕婦 我又不想要去 出外在那邊跟大家一起 那邊PCR檢測 然後 再通報給政府說 嘿我中標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在家自主隔離 14天這樣 完整的14天 所以我14天後完全痊癒這樣 我也沒什麼特別的發燒 在5月的時候 可是政府公布 就是PCR 你居家 承報還是幹嘛 好像是5月28日的事 可是我是5月11號確診 那whatever 總而言之我覺得 這個確診是不準的 那當下他就說 欸謝小姐你必須要離開喔 我還以為他會送 你知道送我去急診室 還是什麼鬼的 他就說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你有三種 三種可以去 或者是你直接去桃園 核心他們合作的醫院 然後我就想說 我現在人在台北 你叫我去桃園 Are you kidding me 然後 所以當下我就決定好 那我去醫院好了 然後 但我也知道那個 你知道裝潢設備不一樣 當然醫院真的很專業 所以就跟我想像中那種 陰波 方寮的 生產方式不一樣 我還特別請了一個陪產員 我一定要跟大家再次強調 身為女性 如果你夠獨立 你一定要 就是你不夠獨立 也需要 請一個陪產員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新的 不是說很新的 一個很好的觀念 只是很多台灣人可能還不去 不知道陪產員有多重要 這個我會在另外一集跟大家分享 因為沒有這個陪產員存在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崩潰的會更嚴重 我平常是一個很積極樂觀的人 我相信有看我的頻道的人 大概都會知道 然後呢 我就 反正我因此就去了醫院 但當時孩子的爹呢 他們比較住林口 所以我想說好 那究竟有人幫忙 那我們就去林口了 那當下他們也說 他們比較認識 就是認識那邊的人之類的 好 那我們就去林口長根 所以我們就開了二十幾分鐘 車到林口長根 也沒有救護車接我喔 那當下為什麼決定是醫院 是因為 如果我去了桃園核心合作的醫院 肯定爆炸鬼 而且他們會直接把我當病人看待 於是呢 我就決定好 當下因為養嘴破了嘛 所以我也只能趕快找醫院 去林口長根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PCR 確認我是陰性的 我想說 對我就是陰性的 我可以成為一個正常孕婦 不用被隔離這樣 那殊不知 孩子的爹剛好是陽性 就是很莫名啦 反正我覺得 那就是不是很準 還是幹嘛的 然後 他是陽性的當下 據說 據說他在那個病房外 跟陪產員 就是 聽到這個路的時候 當下他們瞬間傻疑 原因是因為 就是他也沒什麼狀態 所以我也不知道PCR 到底是在幹嘛 因為他以前也確診過 然後 也是 不是那麼 就是準確的 但他也沒有通報 當然當下也是 很多因素嘛 因為那時候政府很亂 所以通報不了 然後很多人都自主隔離這樣 好那不管 那 總而言之我就在當下 聽到他是陽性 而且我想說 他是陽性 但是我們 我們是沒有住在一起的 所以 不是吧 什麼意思 怎麼生 什麼什麼意思我不懂 他就說 你就是要被隔離 然後我們會照顧你 然後 就是要把小孩生出來 然後我們看你開機子了 來決定 醫生什麼時候幫你結身這樣 我就心裡想說 我當下沒有任何想法 我只能這樣做 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我就是接觸一個確診者 超過15分鐘 然後我被送進去的當下 我想說好 謝瑞珊我是一個很 很正面思考的人 我覺得隔離病房真的會造成一個人的 心理創傷 尤其是一個孕婦 然後我沒有生病 但我還是要強調 然後護理師人真的都很好 好 然後你知道 我好可怕 然後我是一個 對廁所有一個 潔癖的人 然後 密閉空間會有一些恐懼症 然後我就被送進了一個 三道門的房間 然後 當下就是有個病床 病床還不是電動病床 它就是你要自己 拉的那種 根本沒力拉 然後所以 它會幫你綁上胎性癮 要看那個胎兒的指數 跟你疼痛指數幹嘛的 所以 你從頭到尾就是被兩條線綁住 不能動 你也不能要求下床 因為醫院會認為 當然 當然會有很多人覺得 就是你可以下床運動啊 幹嘛 有一些人是支持這個觀念的 但是 醫院會認為 你下床的時候 如果小孩怎麼樣的話 這個 風險誰來負責 所以從頭到尾我就不能動 在一張床上 不是電動床 然後 沒有廁所 所以它就給你一個尿桶 跟一個垃圾桶 所以你尿了以後 你就要把 自己倒進垃圾桶裡面 然後 就是你如果要拉屎 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當下在一個 很有壓力的環境之下 我不知道怎麼生小孩 沒有人教我 我知道怎麼呼吸 但是我就算我呼吸用力了 那個壓力還是會造成一個 一個 即將生小孩的孕婦 會有 會卡住 我說的卡住就是 你連死都拉不出來 然後 然後那個環境 就是 又沒有無痛分滅 所以你沒辦法很放心的生小孩 每次痛都痛到一個噴掉 那科普一下就是 我不是很專業的人士 但是 一般經痛的疼痛指數 可能十幾到三十吧 但 你知道要生小孩的人 他的疼痛指數 是一直 五十以上 五十以上 我很多朋友五十以上 就開始打無痛分滅了 可是我的痛是 五十大概就是輕鬆的了 然後 七八十 就是一直持續在七八十 然後休息一下到十幾 然後又七八十 那個指數頻率很高 就是那個頻率很辛苦 然後 因為我一直到一百 然後 你就可以理解 從十到一百有多痛 所以 我就要一直經歷這個痛 二十四小時 然後就這樣經歷了 大概是 五十個多小時吧 五十幾 我不知道我忘記了 但就是 我禮拜二去生 晚上十一點 進到隔離病房 然後真正的離開隔離病房 是禮拜五的早上 那你就可以想像 我其實花了很久的時間 在自我對話 我還放很多冥想音樂啊 鋼琴音樂 然後逼自己痛的時候 就用力 可是 那個環境之下 很難 然後他又 我一直跟他說 真的我真的太痛了 因為沒有無痛分滅 他們只能幫你打止痛針 然後那個止痛針真的是 就是 很痛 我每次被打的時候 我都會大叫 我從 我打針通常不太叫的 也不會哭 也不會怕 可是那個止痛針對我來說 很痛 因為他是把 針塞進你的肌肉裡面 還是幹嘛的很痛 就是你在那段時間裡面 真的會很辛苦 那個辛苦是 自己生 然後每四個小時 他幫你打抗生素 因為你的羊水已經破了 然後幾乎都 不能說流完啦 因為還是會有羊水 可是 就是你會一直擔心 小孩在裡面沒有羊水 你會保護會不會不舒服 然後 就是你就在山道燈底下 然後過這樣連續兩天 然後 人家是這樣跟你用對講機對話的 醫生也不進來 那為什麼沒有無痛分滅呢 因為他們一直強調 對麻醉科來說是有風險的 我可以理解 因為 很多人已經去幫我問了 包含我的朋友啊 然後等等的 就是幫我去問了 但是真的都 沒辦法 所以 所以我就 很痛苦的一直撐著撐著 直到 我一直求護 是我真的跪求他 可不可以直接幫我破腹 他就說 隔了一天嗎 就隔了一兩天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還沒有開2.5公分 然後什麼還不行 反正就是一堆原因導致我一直不行 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不是病人 可不可以幫我 再測一次PCR 因為 因為 確診的不是我 然後 我也不知道到底誰確診 whatever 但就是 我沒有生病 然後 總而言之 我就被當成隔離病人 就對了 那我可以理解 因為醫生啊麻醉科醫師 平時就要面對太多太多人了 所以 他們進來隔離病房是有風險的 因為 是兩道還三道 I don't know 就是我會產生幻覺 你可以想像你就坐在那 然後你看了那個門 上面那個窗 然後 只要有看到護理師走進來 然後他們穿隔離衣服幹嘛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天啊我要得到救贖了 第一個是有抗生素 第二個是 可能有止痛症真的很痛 我還堅持不打 因為真的 我覺得沒有比較爽 因為他只幫你不痛半小時而已 他還是很痛 因為他沒有辦法 確認是幫助你在分娩當下不痛 所以 當我看到護士我就會得救 為什麼 因為我的廁所潔癖 我就會跟他說 我可不可以現在就尿出來 然後你幫我處理我的尿痛 所以我覺得護理師都很 真的非常偉大 然後 直到第一 禮拜七月八號的早上 我真的在求他 我說拜託你就讓我剖腹 我真的快狙狙掉了 我真的沒力 然後也不太能吃東西 因為 第一個吃不起來 第二個 他就會說如果你想要剖腹的話呢 那你就八小時不要進食幹嘛 反正一堆 然後也不能喝水 然後就很慘 更智障的是你一定要帶 快充的充電線跟延長線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沒有 所以 導致我的手機一直幾乎要沒電的狀態 我就只能沖一下 然後拿回來 沖一下拿回來 然後就是 反正很麻煩 我覺得盡量不看影片 也不跟人家視訊對話幹嘛的 所以 就是那過程很辛苦 直到你七月八號的早上 護士就進來 我覺得他是天使 因為我常會在那邊念經的嘛 然後護士是天使 他就說 謝小姐 你 你為什麼一開始不問我說 你在核心是 是 是 是PCR養性 我說 我一直都有講啊 我一直都有講說 我在那邊是這個狀態 所以我現在跑來林口 然後呢 反正就是他們可能交接了一些問題 他就說他在幫我測一次PCR就對了 反正不管怎麼樣過去了 然後他就 確認PCR我是陰性 才把我當成正常孕婦 然後 那瞬間我就哭到一個爆表 我那期間哭很多次 然後當我聽到PCR再次是陰性的時候 我就大哭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 有救了 然後他就問我你要不要剖腹 還是你要出去當正常孕婦繼續生 我說我真的沒力 所以我需要 我就剖腹這樣 然後 我進到那個剖腹的房間的時候 開刀房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人生得到救贖 就 就 你已經連續兩三天 你沒有看到任何人 只看到護士 然後醫生是用 那個 那個 對獎金跟你對話 就是那個 機器 然後 我就被麻醉 然後麻醉當下的時候 有十幾個人 有護理師 麻醉科 小兒科醫生 醫生我就會覺得很安心 然後 我想說 Whatever 現在死了就算了 那種 就是拜託你 就是讓我 你的小孩安全出來就好了這樣 然後 麻醉醫生 麻醉科醫師 在戳我脊椎的時候 又說我脊椎太細 然後被戳了兩次 喔 超不舒服 好但是呢 我還是得到救贖 然後就看到很多人 然後光 然後發現 欸 但先擦尿管 還沒有 麻醉之前就先擦尿管 瞬間很痛 好沒關係 過去了 然後 就上 開刀房 好像五分鐘之內 我就 感覺我整個肚子 啪啪啪啪 然後就 就聽到小孩哭聲的時候 我又哭 然後小孩拿過來 因為他 好像不太能呼吸 呼吸不是很順 然後 不知道是在我肚子裡面太久 還是幹嘛的 我不知道 但就是被送進保溫箱 所以我只看到他一眼 然後那時候我就 哭到一個 我人生很少哭的 然後 然後 就覺得 好 現在安全了 沒事了 然後 我經歷了 這幾天 比較辛苦 但是 看到大家 女力節很圓滿 然後 雖然我們賠了很多錢 因為我到這幾天才有空去算那個預算 真的賠了很多錢 也很想哭 但那個哭是哭不出來的 那直到 就是 到現在我在 月子中心已經第12天 我覺得我比較能夠分享這個故事 我只想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 這過程 你不能預防 任何可 任何事情發生 所以一旦你懷孕 要保持一顆愉悅的心以外呢 你一定要 必帶 必帶延長線 還有快充 然後 我原本想像的那些什麼 方療音波都沒了 然後我用我的 相機紀錄 我的生產過程也都沒了 但沒有關係 就是 這也是 天天將將 將擔任於 四人也 一千苦其親自 苦其心自 老其辛苦 二極體肤 我在書後的時候 看到我的陪產員 他真的很偉大 他去做PCR 然後他進來陪我 然後因為他做了PCR以後 他就不能出去了 所以他 就在醫院陪了我四天 那後面的過程也很痛苦 因為吃全餐 我人生也不知道剖膚會這麼痛 所以 麻藥退了以後 我幾乎很難走路 然後那個器官全部移位的感覺 然後 很不舒服 所以 如果你再問我一次 自然產跟剖膚產 我會喜歡什麼 我還是會選擇自然產 因為 只是 你要給我五痛分娩 我可能就可以生出來 我小孩比較大隻 因為剖膚產其實後面的修復過程 我覺得蠻辛苦的 蠻不舒服的 然後拿東西也沒辦法拿 你會覺得 那個憂鬱會更重 因為 就是你沒辦法自主生活 我連 我不能蹲下去 然後不能拿東西 然後講話很沒力 你會覺得好像傷到傷口還是幹嘛 任何的動作 然後 光是綁一個束膚胎 真的都很不舒服 所以 比起來啦 我自己還是選自然產 但如果你問我說 重來一次會不會願意生小孩 我還是願意的 因為我覺得 生一個小孩 這是對自己的一個責任 跟一個 生命的傳承 那更好的是 如果我們相信這個世界會更好的話 生小孩你才能夠看到另外一個 你會對自己有另外一個想法 或是你想要讓這個地球 這個社會更好 小孩之後才會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所以 我不會復養他 可是 他為什麼一出生就給我喝祈福 祈福一號是奶粉界LV 一罐要1600多 很可怕 好 沒關係 就是 我術後的任何東西都還有陪產員存在 所以 我想要用一集跟大家分享陪產員的存在角色有多重要 因為 它不是單純在身體上協助你如何生產 是在心靈上讓你更有準備 因為我 像我是沒有準備好什麼叫剖腹產的 我也沒有準備好要被隔離 我也沒有準備好很多東西 所以 我覺得我們只顧到的東西都是 預防些什麼 但是 如果我們能夠 在心靈上有一個陪伴的慰解的話 陪產員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 可能很多男性不是那麼能理解你生產過程的辛苦點 他只能陪伴 可是他不能教你 但陪產員都經歷很豐富 所以他可以告訴你很多你沒有想過的事情 然後讓你更 把這個生產的過程不是被當成病人 而是這是一個美好的 紀錄之類的 所以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 我的60小時的經歷過程是辛苦的 但是 小孩出生以後 是催產術還是幹嘛 就是一系列都覺得值得 雖然說 生活有被打亂 然後很多的規劃可能要重新來過 然後 但我還是覺得值得 因為我覺得 媽媽這很偉大 所以呢 以後的生日應該要跟媽媽過 因為媽媽那一天很辛苦的幫你生下來 也不是跟另一半或是跟朋友 就是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也希望我的小孩真的很擊敗 因為他的七月八號 祖神的 所以呢 這是我的隔離故事 希望大家呢 都有一個美好的生產過程 就是學會如何生產真的很重要 所以 還是要多練習呼吸 我到最近才理解呼吸是 呼吸 但我有幫我懂跟你解釋 總而言之就是好好練習呼吸 多喝水 記得帶眼長線或是快抽 假使旁邊沒有人陪你的時候 你如何生小孩呢 我真的是沒有任何一個人啦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美好的伸展經驗 所以我還是很樂觀的 只是後續有一些 憂鬱還是很容易掉淚 這個都是身體的自然反應 所以我在享受這個自然反應 那也希望大家好好的 很愛你的另一半或是 小孩、老婆 很重要喔 那我們就下集見啦 掰掰